他在我心目中 我們兩個是一個好兄弟 我們從訓練班 舞蹈訓練班 十幾歲的時候 一起訓練 我給他大兩年 所以我覺得我是他哥哥 我們畢業之後 我們就一起出埠表演 我們兩個一起生活 到表演之後 我們回到香港 我去了電視訓練班 他就留在舞蹈訓練 開始排舞老師的工作 而我就當了歌手 歌手當然是要舞蹈 新年的時候正正是 從一九九幾年開始 九零的時候 一直排舞到現在沒有間斷過 是我專屬的排舞老師 可以在一個心態上 我覺得我們也是好兄弟 在工作上 我覺得我就是他的學生 他是我的老師 所以我覺得整個發展在我演藝事業上 我覺得在舞台上他給了很多靈感 而且我為何今次要送了一個字畫給他 我看到他很開心 他有一個新的 即是新 又很有相同意義 大家都知道他在英文叫Sunny 這個新的訓練中心 我覺得他一直都是不停步的工作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字畫給他 就是太陽王 Sunny王 不停步 這次他這個理念很好 就是希望可以把健康融入在舞蹈裡 有很多新的一些理念 希望可以透過在這次這個新的訓練中心 令到更多香港的朋友 又喜歡舞蹈 又喜歡健康 這就適合他們了 你來做很多巡迴 Sunny會否太忙 沒有空幫你排巡迴 我說他是鐵人 我真的很佩服他 其實我覺得互相影響 大家都很勤勵 有時我覺得他比我更加勤勵 因為我排完演唱會已經用了很多時間來排 排完之後他留下來 還不走 他說還有教育要上 所以這個令到我覺得這個弟弟如何 Sunny收到Aaron複字畫是否特別感動 很感動 很難用筆密形容 真的太久感受他 就算有訓練班 他出來工作 他做歌手 我們排好 我們大家都有溝通 有 有時不用說很多話 但明白大家想要什麼 沒錯 一跳兩下就知道 看著對方 有些人就說要動 黑眼眉 都不用了 看著他 就已經知道想做什麼 太有感覺了 剛才是否真的有點眼濕濕 我看到你在讀《感謝》的時候 有 因為這麼多朋友支持我 郭先生最重要的事 令我很鎮定 口內試過一群 那麼有黑的人做一件事 來為我做一件事 我獻給大家一件事 但我的感覺是很真、很開心 Aaron先生是否要準備演唱會 要啊 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接下來 因為今年我做了三輯不同的演唱會 在三月份開始準備了 我也做完了 美加的唱會演唱會 聲馬的唱會演唱會 然後澳門的專屬演唱會 又是一個新的演唱會 第二次演唱會就在澳門出現了 做完演唱會之後 今次接下來 11月11日開始 我會在內地做一個 叫舞男聲轉的全新演唱會 在舞台設計、服裝、舞蹈編排 音樂所有編排都不同 變成我們第三個演唱會 我們現在都在脈來緊固 在排舞 剛才那位舞蹈編排完 沒有過來 變成我們現在都還在 因為11月11日就做了 一個全新的演唱會 當然要花很多時間去排 今天都是一個好日 好日 好日 除了Aaron你有活動之外 四大天王當中 還有華仔 是 還有學友都出現 好事 很久沒有試過這麼熱鬧的一天 你也覺得 其實是好事 大家也… 真是… 好像很沉 但真的在過去幾年裡 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因為疫情關係 今年真是一直 回到正常生活的時候 我們的工作也都是順地承傷 就是很正常做到自己 應該我們自己的工作 而今年我也主力是演唱會 剛才說了 三個不同的演唱會 另外我覺得 除了工作之外 我們不忘 就是工作如工作 遊戲是遊戲 我覺得 我也可以重拾回 我自己一直喜歡的財政運動 是的 我的財政運動 我接下來就會在 珠州 中國的珠州 還有在澳門的70週年 的Galain Page大賽 我也會參賽 所以我覺得是… 我自己很興奮的 也都很開心的 因為我喜歡賽車運動 變成有機會可以去參與賽車 還有最主要的 因為我賽車運動 也是去籌款的 在我私人之下 也都是… 有很多的贊助商 他知道我賽車 也都很樂意 去為我慈善基金籌款 我也是很感謝他們 所以我會盡量 盡量排好一點的成績 是的 儘財儘操 為何分配時間去排演唱會和演唱會 當然是工作先行 一定是工作先行 我們工作 我們公司已經排好所有時間了 我們… 應該是完全沒問題的 Aaron也很顧家 是 你會帶兩個女兒來新年學跳舞嗎 必須 Private Class 新年老師 跟你學很多了 要她點名的 我不教她 我自己也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剛才也說了 剛才是要做演唱會 然後要排自己一些賽車運動 然後自己也要寫一些書法 畫畫 剛才我剛才說 新年我很開心 我看到你又有第二間學校成立 我覺得有很多傳媒朋友問我 你會否開一間學校 我說這個責任交給新年就可以了 我自己我覺得 我會反而在這一刻 希望將來自己開一間 畫廊 將自己一些書法 一些畫 那自己會不會教 可能搞書法吧 有書法班的 你不要玩我 我也是在找人教我 有資格 但我覺得藝術這件事就是 發自內心 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只要喜歡那件事 我覺得你肯不斷去學習 以及不斷去寫 去改 我覺得會做到自己喜歡的作品 所以我想將來有機會 所以我就是說 希望將來有機會 都交給你 是 已經寫開了 有寫的 你去我們小美工作室看看 還貼著幾個輝春 都是沒有寫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